不要向自我投降 完全依仗他人 就是向自己的努力和自信投降 佛教是人民主义的宗教 其宗旨是以平等、公正与和平为谷的 依仗他力的救责是消极的 但是依仗自己是积极的 依仗他力等于是放弃个人的努力 只有人本身能够改进恩怨和提升人性 人的一切改善必须来自于知识和努力 而不是来自于天上 人不应该成为一个大自然 某种大力量的奴隶 因为他即使被这种大的力量压伏 他仍然能够具有了解他们的德能 来保有他们的高超 佛教更进一步说 人类透过了解 也都可以控制他的外围和环境 他可以防止他们的危害 并用自然的力量提升他自己 佛教徒经常这样肯定人的智力和努力 去达成一切 而不是依靠超自然的力量 真正的宗教深信善法 而不相信不可知的力量 在这一方面 佛教不仅是宗教 而且是真实的生活方式 一个很善良的生活方式 从一开始 佛教就诉诸文化人和知识分子 今天 全世界每一个文明人 都尊重佛陀 是一个理性的导师 佛陀所教导的 人类为求幸福 不是一个包含有一大堆理论的宗教 而是吻合因果律 宇宙 自然界的知识 除非对这种缘起法则 有充分的了解 否则 生命只是一个 自我天性不完整的显现 佛陀 吸宇宙一个新的解释 这是一个永久幸福的新建 在佛陀的知见里面 是圆满究竟地达到了 这是人类目标的胜利 是无常以外的永恒境界 是涅槃的达成 远离所有一切多变的世界 最后 从优惠困扰中解脱出来